2023年1月3号的下午 我们又站在了抗议的前线 中午战友们穿着湿着衣服 就进了短暂的休息 现在的纽约天气 除了雨又刮起了风 但是战友们依然一如其往的 坚定的勇敢的站在了抗议前线 我们是新中联邦人 我们有我们的信仰 有我们的目标 就是灭掉邪恶的中国风尘